咱们来认识一下实验器 这上面有四个手顶螺丝把拆下来 然后这个盖子就可以拿下来了 拿下来之后啊 里面有滤板还有漏斗 这是滤板 这漏斗 这个是漏斗 然后这个是这个油杯 我们装油啊 是把这个滤滑汁把这个 滤板拿出来把滤滑汁夸到这里面 到时候用那个刮刀把它刮平就可以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仪器 这是我们的核温部分 这个是压力调节系统 这是两个实验油杯 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啊 首先 把温度调成25度 这调温很简单 按Sight键 然后按上下就可以了 这现在温度 出场温度已经调好了 SP现在 再点一下这些我们先不用管 然后把它调成25度 一气就可以自动温温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是 压力 压力显示的 这我们标准要求啊 1.72千帕 这个不用调 这它没有控制功能 只是个显示功能 我们给客户个提示吧 把这个改成1.72 就是做实验标准要求1.72 正负0.07千帕 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保证这个压力值就可以了 我们点一下照明 把这个灯打开 然后把实验油杯放进来 这里有两个街头 这是密闭的街头吧 这种街头不差的话 它可以起到密封作用 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我们今天就想做一个 一个实验 这里面没没装入环汁吗 我们做一个 做一个的话 用这个街头也可以做的 我们把这个快速连接的街头插上 插的时候这个东西 要往上稍微提一下 提的插进去 拔的时候也是把它提一下才能拔出来 这是个锁 不要随便扭 如果锁度的话就不太好摔 然后我们放进去之后啊 把它摆好合适位置 这个管子不要随便乱动的 然后我们把门关上 门关上 因为我们现在这边有压力吗 有压力 还有我们先看一下压力系统吧 现在已经有空气通入的 现在已经有空气通入的 如果这个压力系统啊 上面是进气管 就是我们的插空气泵的 下面这个系的配六的管子啊 是插插在仪器后面 原同仪器进气用的 然后 这上面有两个调压法 这个是精密调节的 这是粗条的 这粗条 我们粗厂调好的话 也不用怎么动 因为 调的压力有一点点 让指针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主要是精调吧 大家看一下哈 我这个逆时针旋转 是放弃 这基本上是揭空的状态 我们要是 达到 按标准扭到1.72 就是说 按照顺时针 把它往上调 调到1.72 顺时针调 现在这个状态就是 我调的太大了 这并不是它坏掉了 这就是 超过两层范围了吗 大家看一下 这个这个警报值 就是超过两层范围了 超过两层范围啊 我们的 把这个阀 沿着 逆时针方向一点点转 把它调回去 这个 因为这个1.72 这个 压千帕的压力很小 所以说 我们的慢慢的调 不要像刚才那样 调的很大 要是调大的话 等逆时针 最好调到头先放下气 把里面气体放高 然后一点点把它调到1.72 大家看一下哈 现在就是说 1.72啊 现在用这个右侧这条 挺好的效果 就是大家到时候自己试一下 要是说想放空的话 肯定用左侧去放 现在就 在1.72了 就是 大概就是这个范围了 然后 实验标准要求就是1.72 加减0.07 不要超过这个范围 就不用去管 做实验 时候 随时过来炒一下吧 这个压力值 然后就是做 按标准时间 应该是24小时吧 做完24小时 再按照标准 去测量就OK了 那么一到 那么不舒服 谢谢判复